很多時候我們處理學生的情緒健康 我們可能會等到問題很嚴重 我們才處理 但其實真的會太遲 如果有一些東西我小時候學會就好了 大過就沒有那麼多経路 我們直接將自己的感受 需要很舒服 很直接地告訴對方 大家就可以互相配合 理解大家去建立關係 90 後的 Matthew 和 Raymond 畢業後 加入了良師香港 在小學裏做項目教師 他們發現香港的學校 在情緒教育方面有很大的不足 於是他們和師兄 Anthony 一起 成立了 Just Feel 錦桿這個機構 支援學校提供社交情緒教育 在 2008 年 Just Feel 推出了第一件產品 感受需要卡 卡上面畫滿同趣的圖案 幫助小朋友認識和表達自己的感受需要 其實我近時的女兒可能會很懶惰 會很生氣 用完一套感受需要之後 她會跟我說爸爸 我現在很生氣 我現在心情很緊張 或者我不喜歡某些東西 她會用她自己的字 語言去解釋我聽發生什麼事 去年他們推出了另一款產品 是為期21日的錦桿日記 我們日常生活的確比較少 要留意記錄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們想透過這本日記 去幫助學生寫下自己的感受 亦可以幫助老師和家長 去了解學生的感受 不止小朋友 家長也要寫一份 對於學生來說 對他們的成長 影響最大的人 其實是老師和家長 所以當我們設計這本日記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家長 和老師 都可以一起去記錄自己的感受 記錄自己的需要 所以我們在6月的時候 就有一個活動叫做 錦桿森林 那天其實是學校的復課日 很多人對復課的想像 可能就是 立刻回學校 立刻讀書 但學校很好 跟我們一起合作 就設計了在禮堂那裡 有很多棵樹 那些樹上面 學生可以很自由 可以不記名地寫下 停課以來 他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想跟同學分享 我自己很記得 當時在禮堂那裡 看著學生不同的記錄紙 說回自己的感受需要 我看到 那些學生跑來跑去 很開心 但看一看負面感受樹 其實學生停課以來 真的累積了很多負面情緒 我們就發現 原來有一個渠道 讓他們說出來 真的很重要 就算是普通的學生 他們在平時 都有表達自己需要 和自己感受的一些時候 我也希望 這些活動 是可以幫助到學生 可以平時 在學校 都可以有一個很安全 很舒服的環境 讓他們表達自己 我那班的同學 很喜歡認真 如果有人同意他 他就會發脾氣 大炒大怒 很多時候 我們家長 或者老師 面對他第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 見到一個行為不好 或者可能要誤你 說你不對 但其實沒有處理到 那個行為背後的需要 加入Jesu 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小時候自己的經歷 我不是和爸爸買得住的 有時候很掛念他們 或者很需要他們關心我 其實小時候 不是很會表達 而他們都不知道 我有這個需要 慢慢 積傳到大大下 其實有些不安全的感覺 和家人 所以後來 他長大了 認識了Jesu 我發現 其實他們有這些工具 有這些日記卡 其實是很有用的 我覺得 是可以在 未發生一些重大的家庭問題 或者衝突之前 我們預防了它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 從此建立了 分享感受 分享需要的這個習慣 之前我在學校工作了一年 就了解到其實前線的老師 或者是其實學生 都很大壓力 尤其是小朋友 在功課上 或者是 各種和 彭輩之間的競爭力上 他們真的有很多壓力 我就在想 其實怎樣可以幫助到 更多的小朋友 就是更加去關注到 其實他們的精神健康 和他們的一些社交情緒上的 一些需要 再慢慢在學校裡面的工作 就更加體會到 其實單憑一個老師的能力 其實不是真的可以照顧到 很多的學生 就是幫助老師 他有更加好的資源 去教導學生 關於社交情緒教育上的東西 重新去建立老師 從而才可以幫助到 更加多的學生 一個老師要他自己 準備很多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課程 學校可能要不要行 但如果我們有一個機會 我們提供給學校 學校只負責教學生 而前面的支援 有一個人可以做完 會更加好 年輕人創業 未必有一大筆資金 其實香港有很多基金 支援猶新人創業 Jazzville 就在2018年參加比賽 贏得GoodC2會社 10萬元蛇創總子基金 他們利用這筆錢 舉辦一些工作方 和製作產品 他們認為尋找資金 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方法去解決社會上的問題 而學童的情緒健康 正正就是香港一個豪帝的缺口 我們未來邁向方向 希望有14間20間的partner schools 在香港的小學 在一些underprivileged的學校 去工作 不過這些工作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不斷 在認識一些不同的有心人 一些家庭 foundation 或者一些機構CSR program 一起合作 我可以 sprawdzić 親共和個程 請 請 請